社会上有些家庭因为经济因素 无法提供孩子在生活上及教育上的满足与需求 这时候如果有社会资源的益助可以帮他们一把 像是大理国中毕业生洪一方为了减轻家中负担 尽管可以上一中就读 但他选择台中高工走技职之路方便就业 而国际福伦社及学校家长会更提供奖学金 让一方没有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就学 一方来到实习教室中观看学长姐操作积电设备 需要能提早熟悉上课环境 家境清寒的他在国中会考中获得为佳佳 作文六级分的优异成绩可以上一中就读 后来他选择到台中高工以减轻家中负担 藉由选择技职之路也方便就业 为了让一方更专心就学 国际福伦社以及学校家长会也提供相关协助 扶持弱势 进化社会 培育英产 那么这个其中呢 福伦之职的赞养活动 就是这个服务中间的最大的重点 我们的款一直是全款全量 直接就交到学生的囚定 没有给他做一家人的浪位 就有一个无日福伦社来赞养 赞养这位学生 那本身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都有在支出这个清涵低收入补助的学生 那刚好有这次的机会 我们当然是大力去把他这个学生支出 福伦社表示 像一方这样子因为家中经济状况 可能无法升学的优秀学子不在少数 因此三年前 社友们就发起福伦之子的赞养计划 提供每人每个月一千元的奖助学金 今年度赞养的总人数大约两千人 让这些福伦之子能够心无旁骛 专心学习 家里的压力终于不会这么大 再来就是很谢谢福伦社这些 像是社长啊 总监啊 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把我说为福伦之子 那么将来如果我真的有做他成就的话 我也是希望能够尽力来回馈社会 他跟我讲说我是唯一支持他 独胎装高功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有他的目标 跟理想跟他的喜好 所以他想要的想爱的学习 应该是比较重要 福伦社的善行可以让很多家庭改善处境 众人也希望像一方这样的福伦之子 未来像任养他的福伦社友一样 长大之后心有余力 也能够回馈社会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